我們現在要開始教的內容叫電化學 叫做化學變化產生電 電產生化學變化 叫做電化學 首先要講的是化學變化產生電 我們要跟各位簡單的說明一下電池 我們現在教你的電池都是化學電池 就是透過化學反應來產生電的 叫化學電池 而這種化學反應叫做氧化還原反應 我們國二下學期學過的氧化還原反應 但是我們國二下學期教的時候 我們是說得到氧的叫做氧化 失去氧的叫做還原 那是國二的教法 國三我們會用化學上真正的講法來講氧化還原 什麼叫氧化什麼叫還原跟得失電子有關 我們失去電子的反應叫做氧化反應 得到電子的反應叫做還原反應 圖上面顯示的我的那失去了氧化 所以那發生了氧化反應 而我的佛得到了電子 所以我發生了還原反應 所以得失電子的反應是氧化還原反應 有人得電子就是有人失電子 有人失電子就有人得電子 所以國二的時候要你記住 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有還原就會有氧化 而這邊因為有得失電子的狀況 所以就會促使有一個電流會流動 電子會流動 會產生電 所以造成了所謂的電子 就是我們要教的化學電子 那麼這基本上就透過我的化學變化 產生一個電位差 去推動我的電子在那邊運動 當然我們平常講的是電流 電流是所謂的正電在流 其實要動的是負電 這我們已經講過 等一下會再提到它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得失電子的狀況 所以有一個推動的力量 讓我的電子在這邊動作 就造成了所謂的電流 就產生了電 所以叫做電池 所以我們這個電池就提供了電位差 促使我的電在流動 那基本上這種誰會得電子 誰會失電子 就會跟它的活性有關係 這我們以前也講過 還記得嗎 我們今天有背過一個活性的大小 等一下會再出現一次 那麼也跟所謂的化學反應有關 所以等一下就會再講一次 所有會影響化學反應的因素 都會影響電池 因為我們的電池就是靠化學反應在產生電 產生電 好 我們以前學過了活性大小會跟反應的快慢什麼有關 我們還學過溫度跟濃度也會影響反應快慢對不對 這我們國二教過的溫度會影響反應速率 濃度會影響反應速率 所以我的電池要有電 我的反應要夠快 我才有個電 如果反應不夠 那我就就這樣所謂的沒有電 產生不了電 好 所以溫度會影響反應的快慢 所以你會看到你的電池會有告訴你我適合的溫度 也許有人有這種經驗到比較冷的地方 你的電池的效率就會降低 就好像沒有什麼電的感覺 因為裡面的化學反應會變慢 化學反應變慢 突塌會反應 所以突塌會有電 完全沒反應就完全沒有電 完全沒有電 然後過去就死掉了 因為它根本就不反應 根本就不反應 OK 那當然濃度也是會影響以前也交過了 濃度 那麼電池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濃度就會怎麼樣 降低 反應就會變慢 然後你就會說這個電池已經怎樣 沒電 你對這個電池已經沒有電 OK 這就是以前就跟你講過 這些因素會影響反應 那它們也就會影響電池 那剛才講的活性 這個活性 這個東西古時候你們就背過了 活性大小 但是對現在的國中生而言 這個表沒有用 對我化學電池這裡沒有用 原因 我們現在只考一種 叫做星銅電池 最多再多考一種 叫銅銀電池 我不會在那邊隨便抓兩個出來 然後問你說誰當正極誰當負極 會不會很難以 我沒有這樣考 所以對你而言這個沒啥用 對你而言這個沒有什麼用處 好 那就是古時候背過 然後就把它再看一看而已 然後以後我們的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星銅電池 最多考一個同一電池而已 OK 那電池的構造這個古時候就教過了 電池有一個電位高 電位高是哪一級 電池有一個電池 八次的確考好一級 電位高就是正面要出去的那一級 叫做正直 所以就是我教的方法 還記得嗎 我這樣教 我說這樣子教 記起來比較好記 有些事比較好解決 但它不太對 叫做正直是什麼意思 正面流出嘛 負面的什麼意思 負面流出嘛 正電流出的叫正極,負電流出叫負極 然後這樣會幫我們很容易的理解一些事情 知道一些事,但它是錯的 因為正電會不會動?不會動 正電會動什麼電?負電 那如果講得更清楚一點什麼東西? 自由電子 正電會動的是自由電子 所以就是我們的基本的構造 高電位的是正極,低電位的是負極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但是實際上會運動的是自由電子 這就是算是複習 複習一下以前講過的事情 那唯一算是心就是你要記得 現在什麼叫氧化? 濕電子叫氧化,什麼叫還原? 德電子叫還原 這是現在國三的時候是降膠氧化還原的 請你要記住,OK?